大蒜 洋蔥跟綠色花椰菜 對 互味的三寶 是 好 胃癌它的發生 我們都想說可能發現的時候 都已經比較末期了 那死亡率呢 OK 死亡率事實上 就跟發現的時候 到底是第幾期有關係 我想我們要先清楚是 胃癌我們分成早期胃癌 跟比較末期進行性的胃癌 早期的胃癌可能看到 只是像一個潰瘍一樣 那個癒後是非常好的 癒後可以五年 我們一般五年的存活率 可以當成說 這個癌症就是痊癒了 早期的胃癌可以痊癒率到 九十幾% 右邊這個圖是看起來像 潰瘍的一個位置 這在胃的胃痘的地方 靠近胃腳 那看起來就像一個破了一個洞 這是一個胃潰瘍 那麼這個病人在2004年9月6號 事實上看到的時候 這是一個潰瘍 潰瘍先治療 一般我們都講說胃潰瘍 你一定要看到它治療到 痊癒了沒有問題才好 結果這個病人很有趣 叫他回診 他就是不回診 就是胃潰瘍每個人的老毛病好嗎 是喔 都沒有回診 沒有怪怪回診 自己好像好了 這個很重要 因為十二指腦潰瘍一般 比較少惡性 但是胃潰瘍有可能 它根本就是一個早期的胃癌 結果這個病人沒有回診 到了07年 就是過了三年 它又不舒服了 這時候再坐同樣的位置 糟糕 好像有腫很快出來 好 這個時候一切片 果然是一個胃癌 可是它這三年當中 它並沒有疼痛嗎 對 都沒有疼痛 都沒有感覺 其實我跟你講應該這樣講好了 患者 胃癌的患者 通常它不是沒有感覺 它忽略的那個感覺 譬如說它一開始初級 都有胃潰瘍的症狀 我們知道胃潰瘍的症狀就是 你會覺得老是胃肚子你知道嗎 然後有點噁心 然後就 其實我是有胃潰瘍的症狀 我只把症狀告訴大家好嗎 然後就是有時候食慾不太正 所以消息師我總覺得 我得胃癌的感覺 趕快去看 對 我會去看 就是說因為胃潰瘍 通常都有這種過程 才會到胃癌 所以大家都忽略它 所以說一般來講 都到藥房吃個胃藥 結果胃不舒服 吃個胃藥是不是就沒事了 我一個病人 對 吞個兩顆就沒事 病人就是這樣 而且我跟你說 他發現的時候 他這個是就像剛剛伊里說的 他是非常省吃健康 那個吃酒鹹 然後吃泡菜 反正就是那些不健康的 或者是醃製的食物 所以他被發現他是一個男生 被發現的時候已經四十五歲了 然後房子買三豆 你知道 他都省錢去買 就是看到了物質的一些東西 然後非常省這樣子 三餐 有時候三餐 可能只吃一餐的什麼 對 就是非常的這樣子 所以說他的家人在講的時候 我說 這個發現的時候已經這麼 現在已經就是瀰漫性了 他說 他就常常這樣 人家其實有剛剛瑞玲說的 那些症狀不舒服 他都一開始忽略了 我就是沒吃飽了 或者是怎麼樣 不是亂吃嗎 不然就是外面扁油 就是那個成藥 隨便亂買亂吃 所以發現的時候 是這個情況 還有就是說 我們中間有講到一個七情 就是我們說 他就屬於那種工作很認真的 常常就是那種工作快要 天命三郎就對了 對 一天二十四小時 他可能工作快要到二十小時 只剩五個鐘頭的那種 所以這個部分我覺得 跟你的這一方面的休息 還有七情上面的一個 契機上的一個變化也有關係 對 因為以前我們看過有一些比較 沒有那麼熱門的期刊裡面 還有發他有講到就是研究血型 他說那個A型人格的那些 比較緊張的壓力比較大的 對自己責任感比較重的 那種人可能胃部疾病的發生率很高 好像坐在你旁邊 對不對 我該去掛號了好嗎 所以你覺得你是這樣子 因為我跟你講 我剛剛談到說情緒化 就是比較 工作比較刺激一點的 就是說比如說 每天情緒有浮動的 就像我們媒體工作者 像演藝人員也好 或者說工程師 其實像最近我先生也是有看到 他健康檢查師 我發現他有胃潰瘍 因為他本身就是在核電廠做事 等於說他的壓力一定是十足的有 結果他發現到 他一開始 他也是忽略有時候沒感覺 他只是有一天告訴我說 老婆 我大便你有血 我第一個想到 你大腸癌了嗎 結果沒有 他去檢查之後就發現到說 他都是胃潰瘍 可是他生活習慣一樣 沒改 我跟你講 人不要吞這支嘴好不好 真的不要再吃甜了 不要再喝刺激 因為一旦刺激他治療三個月 他還是不會好 還是不會好 對 因為你要禁他 不斷禁他 還有一個案例就是說 在我們家附近有個 眷村媽媽 他才六十歲不到 他就過世了 為什麼 而且那個眷村媽媽 他嫁給一個老農民 他是客家人 他常常我印象中 每年過年 他會拿著那個 對 他會拿大的汽油桶 在那邊燻辣肉給我們吃 然後會做一些什麼 那個客家的那種 福菜給我們吃 好 結果有一天 他跟我講說 他住院了 那我媽去看他 他什麼都不講 再過沒幾個 好像三四個月吧 他過世了 罹患胃癌 對 那很快 那個進程是非常快 因為他永遠 我永遠記得他在我們家打牌 因為我都聽到 他的中氣最時速 胡了 碰 好嗎 就是他的中氣很時速 可是我從來都沒想到 他會因為罹患胃癌而死掉 對 這是很無聲無息 速度非常快的 所以剛才這個蕭醫師提醒 給我們看的那個片子 就是說 如果你有胃潰癌的朋友 你一定要把它治癒對不對 對 如果沒有治癒的話 他有可能就演變變成胃癌 對 其實可能在第一次看到 潰癌那個樣子的時候 他就已經是一個早期胃癌 所以他的表現 就是像潰癌一樣 潰癌的樣子 所以以前我們在醫學院裡面 在教學中心 特別在研究這個的時候 老師會特別提醒一件事情 胃潰癌一定要追蹤 對 否則有時候你就會耽誤到病情 因為你等於第二次的時候 假設發覺他癒合不完全 那時候就要做切片 有問題了 立刻做切片就可以早期診斷 是 因為這個病人呢 他假如說在這個地方就診斷的話 或許 他就不會 三年後不會被發現到末期了 對 或許他就不用開刀了 因為現在對這種早期胃癌 有更好的方法 內視鏡直接切除就可以 胃不必切掉 現在的腸胃科醫師 已經可以做到這樣 你就是把黏膜切除 那就可以把癌細胞 整個很清楚的切乾淨 是 但是等到這邊 事實上已經比較嚴重一些 那這個時候呢 他就做次全胃的切除 是 他沒有像許華鳳小姐那麼嚴重 說全胃切除 他切掉三分之二 同時 因為已經有些淋巴結 已經有癌細胞了 所以他還接受了幾個療程的 化學治療 是 那變成治療上變得比較複雜 比較複雜了 所以要請下次跟我們講說 胃癌的症狀有哪一些 如果你到外面去吃 如果你要預防的話 你第一個就是說 你要用公瓷膜 就是公瓷膜 公瓷膜